有一個危紅燈招牌要說再見 深水埗南昌壓外面的福鼠吊金錢招牌 早前傳出要拆的消息 星期四我們的記者來到 可以見到面向宇州街那邊的招牌 已經被棚架圍住 有職員透露 未來的星期日就會拆 南昌壓在1月初 收到屋宇柱發出招牌清拆令 說外牆的新出色招牌和支架 未有根據建築物條例 事先經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建築圖籍 並取得同意而進行 要求在告示發出30天內展開拆射 60天內完成工程